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想成为一名军队文职人员 普通需求 参与军队文职考试 那什么是军队文职考试呢? 下面小编来给各位引荐一下军队文职考试 军队文职人员考试 从2013年开端 实行统一发布公告 统一招聘的方式停止 这也契合关于繁尽必考的原则 2013年发布的是2014年的招聘方案 而2014年发布的是2015年的招聘方案 这与国度公务员的考试在称谓上坚持分歧 下面就对军队文职人员的考试停止引荐 揭开其神秘的面上 什么是军队文职考试? 军队文职人员考试 是由总政治部组织施行的统一招聘工作 目的是为了普遍吸纳社会优秀人才为军队建立效劳 招聘依据中 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 军队文职人员管理规则 及有关政策规则执行 军队文职待遇和保障仅供参考 对于军队文职的待遇 你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呢? 有网友说 工资能够达到一万 你的呢? 工作是否轻松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哈勉则声明 以上内容部分来源于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属 如有违法 请联系本账号删除处理 更多资讯请关注 中共黑龙江事业单位考试网 中共黑龙江事业单位 招聘网 中共黑龙江事业单位 招聘考试网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香港人 张文明镜